音樂上的音樂 音樂上的音樂 叫我教他怎樣用電腦來做錄音 可能是想進攻自媒體做網紅 所以今天卡洛斯想跟大家講一個題材 就是音樂科技 我們講到音樂和科技好像不咬啞 因為你跟音樂人聊天 科技關我什麼事 科技人聊天 他說我不懂音樂 但原來音樂科技 音樂技術出現了很久很久 卡洛斯二十多年前讀音樂 就是主修作曲 而副修是音樂科技 所以我自己也有一本關於音樂科技的著作 名叫做電腦音樂傳攻略 雖然裡面所介紹的一些軟件硬件 現在都勾了 但我的概念是絕對沒有變的 不如在這裡我先跟大家講講 什麼叫做音樂科技 原來音樂科技 就泛指使用電腦和一些硬件 去做創作或者去做音樂的製作 所以你看到第一章 就關於音樂科技的概論 跟著有硬件 軟件 以及軟件的使用 到最後就是創作 錄音 以及出版 個人CD 等等的題目 好像第一章所講 關於音樂科技概論 是至今都沒有變 那時候我就講 電腦軟件和電子音樂器材 相當容易學易用 一旦學了 就可以使用個人的音樂收養 以及創作力大增 此外我們也可以利用電子樂器 來模仿傳統的樂器 又可以創製更多新鮮的聲效 結合而成為多姿多彩的音響 這門使用電腦和電子音樂器 製造音樂的學問 就稱為音樂科技 可以說音樂科技 始於由MIDI開始 因為MIDI在1980幾年 成為了一個制式之後 我們所用的所有的 琴、軟件、硬件 全部都是用MIDI去溝通 雖然你看到這些硬件 就已經不存在了 但是將電腦和琴等等的數碼樂器 以及咪等等的音響器材 接駁在一起的做法 到現在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現在一般錄音室裏 給咪用的前置放大器 你知各類的琴鍵和電子鼓等等 都是全部接入電腦 至於音樂軟件 亦是來不開那幾款 第一款就是我們叫程序器的軟件 在那時代 我就用Kickwalk、Cube Bass、Performer等等 另外就是自動編曲器 當時我用Bang on a Box 初版 現在我仍然有用 至於數碼樂樂器的軟件 其實現在Sequencer 已經做了 最後就是樂譜編音軟件 如果你要做出版 就一定要學這款 沒錯 關於軟件的概念 真的沒有什麼變 但是在這麼多年裡 軟件的版本 就升級了很多很多片 不如我就用現金流行 然後免費的軟件 跟大家說說書的效果部分 關於軟件部分 你沒有看錯 幾十年前的書 又是寫著Kickwalk 現在我也是用Kickwalk 但是現在的Kickwalk 電子音樂器 如果你讓你看到圍機的解釋 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就是電子設備 或者軟件 用來錄音、修改 以及製作音頻檔案 而在專業上常用的 DAW 軟件 就有以下這些 例如 Abiton Pro Tools Garage Band Logic Pro 等等 但是在個人錄音室或者在學校 不想花錢又怎樣 都有很多免費 DAW 可選擇 例如 Traction Wave Form 3 Cakewalk by BandLab Garage Band Pro Tools Burst Studio One Prime 和BandLab 而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Cakewalk by BandLab 因為Cakewalk這個軟件 本身我就用了很多年 但是後來就被BandLab收購了 之後就變成了完全免費 更加添加了很多新功能 我們聽聽負責的講解 而且是一個自由的DOW 完全是完全是對的 完全是對的 完全是對的 對的 但是現在已經被捕捉了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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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you know in this case we have a Melodyne clip enabled and you can see the pitch values of the audio waveforms and it's really nice to have that integration directly inside of Cakewalk. Other additions that came along this year fairly recently include Elastix, pitch shifting and time stretching algorithms which allow for super high quality real-time audio manipulations and as well we've been focused on track comping and take management because that is for so many of our users a central part of their workflow 港材负责人就说了很多 现在这个版本的 Cakewalk 在处理音频方面的弹性 和方便之处 如果大家想用这个软件 就可以上去网页下载 下载及安装之后 就会出现了一个叫做Bandlab Assistant的安装助手 在这个安装助手里面 再安装Cakewalk 你就可以不费分号 拥有一个功能全面的DAW 今时今日的Cakewalk by Bandlab 在处理Midi 数码音乐方面 完全保留二十多年间的传统 所以我个人在应用和教学方面 是一点困难都没有的 我自己的音乐学生 都可以好好地应用State View 和Piano Roll View 去创作音乐 和修改每个音符的音高 音场 应用的乐器 发音法 以及力度 等等等等 我自己呢 更加会应用它来做 唱歌的录音 好像现在呢 我就在一条音乐声轨上面 录上我自己唱歌的声轨了 我自己唱歌的声唱 那是要我自己唱歌的声音 我自己唱歌的声音 我自己唱歌的声音 有些唱歌的声音 我自己唱歌的声音 录上我自己唱歌的声音 跟在录音室的处理方法一样 我们可以分段录制 比如录源一 一句後,再使用punch in 的功能錄入第二句 錄製完成後,啟動Console View Kidwalk 軟件就變成了一個專業的運音台 除了可以獨立調教每條聲軌的音量之外 還可以像傳統運音器一樣 Send & Return 到 Aux Channel 為聲軌加入殘響、chorus 等等的音效 正如之前Kidwalk 的負責人所講解 現在Kidwalk 已經跟Melodyne、Elastic Pro 等等的外掛軟件連結在一起 就算你唱歌唱就在音,或者唱尾在音,彈指之間就可以修正 以下,你看到卡洛斯最近錄製和剪接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粵語版的整個製作過程 最近我這個填詞的創作 在西瓜視頻上有三十多萬次的播放 還得到很多內地喜歡粵語歌詞的粉絲所讚賞 我想而知,安裝一個DAW的軟件 真是可以幫到自媒體創作人很多 我這糞 ekor 無可可言,下去之後 有任 смер岳的音樂科技之後呢, 許多 biteng 本身對音樂不太認識的人 現在都可以步入作曲 或者演奏或者演唱的行列 但我想說水能在舟熱能覆舟 其實跟電腦渠圖一樣 有了 CAD 軟件之後 我們就少了用 T 尺和三角尺 自然有了音樂科技之後 大家對於練琴和練歌的態度 亦都有改變 希望今天走馬漢花 跟大家分析了音樂科技的軟件和硬件 以及製作音樂概念的方法之後 大家可以好好學習運用音樂科技的工具 去創造更多好聽的音樂出來 如果大家還想對音樂科技 認真得再深入一點的話 可以繼續留意卡路斯這個系列的影片 想之前我繼續創作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出去